生老病死是波动缠身的现象 还是从心向生 有人老化得快 有人老化得慢 为什么 心想不通 有人常常念着老了 退休了 没人要我了 他想这些 想这些人 就很容易衰老 这是我们亲身体验的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 看到经书上这个说法 听别人讲 印象不深 到我们自己 六七十岁了 这退休了 不能再工作了 这个时候发现 我们的朋友 同学 同事 在没有退休之前 看不出来 因为他有工作 每天忙着上班 退休之后 两年不见面 突然见了面 我们感觉到就吓一跳 非常惊讶 怎么老得 怎么老得那么快啊 好像一下老了十年二十年 他心不开心 这什么 这就是一切发送 心心相处 你有工作的时候 没想到你老 所以这个老化了 很慢 没有工作的时候 天天想到我老了 你看找不到工作了 谁都不要我了 他天天想这个 在老了怎么样 老了想病 老人就生病 这里痛有病 难痛有病 就常常到医院了 不是工作岗位上上班了 到医院去上班 病苦就来了 病了的时候 贪生怕死 他怎么不死呢 就这么个道理 这就说明 佛在经教上讲的 一切发送心相深 一点都不错啊 我们细心就观察了 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老化呢 因为我们天天还在上班呢 天天在讲经文就上班嘛 是永无止境的 没有退休的 天天天干呢 没有想到老了 没有想到病啊 我老了病了 这还能干吗 这才知道念头 对我们的影响 有多大了 事件发里头 事件发里头 念头做主宰啊 事件发里头 总归到最后一个字 就是心 全体是心 是真心的 往心 啊 出事件发也是 全体是心 是真心 事出事件 差别就在此地 总根源 那我们学佛 就知道该怎么个学法 啊 就不会 出差处 出差处 忘心 要随便 不要放在心上 真心 本身就是心 放在心上 那就放在忘心里头了 没有这个必要 尽忠的法子 太妙了啊 一心 专念 阿弥陀佛 那就是 究竟 圆满的功德 你说 当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